消失的台湾云豹在漫画家笔下耀然于纸上 台博馆推出首本漫画云之兽来自远古的守护者 由知名漫画家汉宝宝纸笔创作 透过观察馆藏标本 重现台湾云豹栩如生的样貌 如果你看云豹的花纹 它其实是一种迷彩 它是帮助动物在森林中你看不到它 所以迷彩的特色就是它上去之后 它的形状被破坏掉 就是如果它有这些帮文的话 你看不到它到底长什么形状 所以如果你用素描的方式 每一个帮文都照着写实的方式化 就是你只会看到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就是它就是形状会被破坏掉 所以其实转化的过程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漫画中描绘山林中台湾云豹所面对不同的挑战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探讨稀有物种如何灭绝 最后云豹化身为博物馆的守护者 巧妙叙述物种与人类文明保育的关系 透过跨领域的合作 颠覆民众对博物馆的印象 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博物馆里面的标本 最我们的想象就是说 你看到那些动物其实都是一代又一代 它们都有一代一代一代的故事 最后才 这一代刚好就变成标本了 然后来到你面前 然后光是看着它就觉得 它还有好多故事在后面 然后你就 我觉得对我而言是 就是像我们说的 博物馆是激发想象力的地方 光看它就好多东西都想象出来 我们希望透过博物馆跟各个领域 跨越的结合 我们可以把博物馆里面的标本文物可以活化 可以让现在的民众感觉到 博物馆不是一个很严肃很古老的一个地方 新书发表会中漫画家也将原稿捐给台博馆 并且举办漫笔台博微星展 展出30幅精选手稿 还有云之寿卓色本多媒体互动装置 欢迎民众在12月6号前前往台博馆参观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欢迎订阅